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距离409年发布已经过去半年了 NV终于在今天发布了40系列的中端型号 RTX4070 官方建议售价4系纪度的元 算是填补了360Ti到4070Ti之间的价格区间 但是这也比2010月发布的3070的建议项价 贵了足足900元 和21年6月发布的3070Ti都是599美元 电子产品一代比一代贵 但是性能的提升有加加的幅度那么大吗 其实之前的节目我们就根据酷达的核心数 大概估算了4070的性能应该在3070Ti到3080之间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款硬重的电竞判客4070X3W OC 和公版的3080来比比看4070究竟值不值 首先还是看一下外包装 这款硬重电竞判客的RTX4070X3W OC的包装 和更高价的显卡稍有些不同 正面不再是显卡外观的摄影图 取代之的是电竞判客的英文logo 右上角还有一个潮玩电竞的字样 背面则是一些显卡的特定描述 描述文字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款4070是单8PIN的供电 不再是以往40系显卡的16PIN供电了 根据以前外媒的泄露 这次4070有两种型号的芯片 另外功耗的非超频的芯片使用的是单8PIN供电 更高功耗的超频芯片使用的是16PIN供电 所以我们这款应该就是200W的 非超频的芯片版本的WC型号 听着有些绕口 并不是说非超频的芯片就不能超频 只是受限于芯片体质或者功耗限制 超频的幅度有限罢了 打开包装看一下显卡本体 散热器长高厚 37.4×10.3×4.8 没有浮夸的月间 和自家的4070Ti几乎一致 显卡的外观经过了重新设计 正面是一块透明的亚克力板 周边带有不少青色和橙色的装饰条纹 三个周游风箱也经过了升级 顶部是更大的RGB灯条 连GeForce RTX都有RGB 但是还是无法控制 它只能乱闪 感觉真的很需要升级一下 哪怕是给一条RGB的烟伤线也好 单8PIN的接口布置在中央 一侧是空焊的8PIN接口 另一侧还有一个空焊的16PIN接口 属于是一个PCD 能给好几个显卡用了 灯带的旁边则是银色的金属装饰条 一直延伸到了显卡的侧面 可能是为了有一些科幻和机甲的风格 显卡一起设计了红色的警示灯 但是开机这样子的效果真的非常感人 背板还是白色的 左侧带有镂空加强散热 这说个细节 设计是在背板中央底下的位置做了一个缺口 方便用户去按PCIe的卡扣好评 背面的IO搭板也是白色的 输出接口还是非常熟悉的HDMI 2.1 和三个DP 1.4的接口 整张显卡造进还是比较圆润的 没有了以前定性派客那种硬朗的风格 不过它这个配色说实话我有点欺赏不来 好像其实显卡一般都是在正面朝向安装的 这个装饰色平时也看不到 看完外观我们来上机过一下显卡的规格 588个酷大核心 GD2 6X的显存容量12GB 显存未宽192bit 其实从之前的4070TiG感觉到 这代显卡对于显存未宽的限制比较大 的确在提升了2G火车大小之后 可以减轻一部分对显存大关需求 但是这也有风场景 这点我们稍后会做详细分析 我们这张显卡的最大TGP被限占了200W 没有调整的空间 整体规格比4070Ti之间有较大差距 参数上看更像是3070水平 只不过是架扣工艺等等升级的 考骑测试也一定是这一点 雷达不动的200W功耗 室温26度 核心64度 显存58度 温度都不高 测试平台CPU使用了i7-1370KF 主板卫星B760MVOLTA MAX WIFI 内存支齐幻风戟 16GB乘卡6000C30 带个70GB显卡应该是足够了 测试时的分辨率比较高 所以显示器我们使用的是 Philip的27M1F5800 4K 144Hz 第三代nanoFPS面板 四面窄边框 目前我们淘宝店为3649元 二个分辨率的话可以看看 2K170Hz的27M1N5500Z nanoFPS面板 目前价格是1849元送个159元的蓝牙机 或者说2K300Hz的27M1N5500U 300Hz这个规格可能比较冷门 但是有些用户还是有需求的 首先是3GMark的各项跑分 和硬件的规格一样 各项分数离4070Ti差距比较大 差不多是80%的4070Ti性能 和上一代的3070要强大概30% 和3080的性能很相似 系列卡项目仅有2K分辨率的FSE和TimeSpire比3080强 其余的压力最大的4K项目和光追项目则略逊于3080 这也符合了大缓存低显存代官的特性 分辨率高了会有些吃亏 既然和3080比是比较像的 游戏测试部分我们就只和3080进行对比了 和一望主要测试高分率不同 这次将1080P 2K和4K全部都测试一遍 看看不同分辨率的影响 运气不好 其实这个游戏在4月12日测试期间它维护了 这次我们就跳过它了 但是加入了赛博朋克2077和原子之星这两个大作 赛博朋克刚好是昨天更新了全域的光线最终 简单看看效果原子之星最新也是很热门的 并且支持DSS3 每个游戏除了CSGO用了低画比以外 都是使用的最高画质并且关闭了光线追踪和DSS 单纯的比较常规的光线化性能 在压力最低的1080P分辨率中 CSGO两张显卡的平均帧数几乎一样 测试的前半部分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帧数 赛博朋克2077中407的表现则不如3080差的接近20帧 不过1%的低帧倒是只有细微的区别 其余的几款游戏《彩虹6号》《使命召唤19》《古灵暗影》 《地平剑5》和《原子之星》中 4070的平均帧数均优于3080 敌人表现也不逊色 而将分辨率提升到了2K之后 4070在两个高帧数竞技游戏 CSGO和《彩虹6号》的帧数下降比3080要快 明显落后于3080 尤其是彩虹6号 从优势变成了劣势 原本1080P分辨率时就已经不敌对手的赛博朋克中 4070的落后比例则被进一步放大 而此时的低帧表现也和3080有不少的差距 剩下几款4070优势的游戏 领先的辅助也有所下滑 《原子之星》的平均帧打平 将分辨率进一步提升到4K 就只剩下《使命召唤19》和《地平线5》这两个游戏 还有的2帧的微弱优势 剩下的都被3080返超了 尤其CSGO和赛博朋克 落后的比例很大 因为时间的关系 很多游戏的测试录像 就没有在这边全部展示出来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一步我们的另一个 游戏测试录像的账号 观看全程的对比 里面数据是比较全的 和3080相比 4070的游戏性能很大程度上 和分辨率挂钩 分辨率越低 4070的优势会很大 这点从3080的跑论中也能亏见到 整条好言 你可以当它是一个高分辨率较弱的3080来看待 游戏过程中 4070的最大优势 其实是在于功耗和温度表现 即使在压力最大的4K环境下 4070的功耗也仅180W左右 和3080的320W下一起节能了很多 温度也低了10多度 这也对于一些小游户来说 还是很友好的 这140W的差距 可以给机箱的散感带来极大改善 有为CPU打游戏的功耗 可能都没有140W的功耗 除了对比传统的光叉化性能之外 作为4070的显卡 还要考虑到DS3等附属功耗带的优点 这次新加的两个游戏 赛博朋克2077和原子执行 都是支持这些新功耗的 如果说单纯的开启光追 加上原来的DSS2的话 打仗卡的帧数表现 其实又回过到了相似的水平 看上去有点像是 4070是靠的新代的光追和张量核心 弥补回了不足 即使是放到4个分辨率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差距 而4070在开启的DS3之后 2个分辨率下 赛博朋克的帧数从78帧上升到114帧 原子执行中也有提升 只不过没有赛博朋克那么厉害 4个分辨率中 赛博朋克更是把帧数 从难受级别的50帧拉到70帧 不过原子执行这个时候 就没什么提升了 果然DSS3和赛博朋克更新的 全域光追 我们后面以后再做一个视频 详细研究一下 记得点个关注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4070 1080P略强于3080 2K和380差不多 4K略弱于3080 功耗方面又是很大 相比320W的3080 4070只有200W 游戏时甚至只有180W左右的功耗 单8P的供电 甚至有双风扇的信号 对于不少小机箱用户非常友好 不过价格相比3080也没啥优势 目前京东自营上5000块钱 你还能买到微星超龙的3080的尾货 4070定价4796元 旗舰里的信号肯定要过5000了吧 个人觉得4070应该定个 4000到4500的价位更合理 4070可能对于NV的意义 就是补权一下5000价位显卡空期 之前3600Ti以上的显卡型号 基本都停产了 就一些违祸在卖 N卡这边一下就从 3000多价位到6000多价位的4070Ti了 确实得有一个卡去补充一下 现在在AI大火情况下 音乐达他也不愁显卡卖 对优先玩家可能只能说 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 就要看了我们的视频 或许选择4070显卡呢 欢迎留言弹幕给我们交流 如果想要更多电脑资金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联络店部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 这是潮玩客 我是金刚才的店 拜拜